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中国重新审议澳洲的红酒关税 是否意味着奔赴即将重新起飞 咱们熟悉澳洲红酒的朋友们 都应该听过奔赴这个品牌 那么作为澳洲最出名 也是最大的酒类上市企业 奔赴红酒它的母公司 在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时间里面 依靠大量的中国地区的订单 成功的将自己的销量是翻了接近于10倍 那么奔赴红酒也在中国成为了澳洲红酒的代名词 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 中澳关系在2020年之后就开始恶化 之后在2020年的11月 中国宣布对于澳洲红酒开始征收 高达200%以上的关税 虽然对于奔赴和其他几个头部品牌 在做了大量的公关工作之后 他们的关税是降低了一些些 但是依然是有高达169%的关税 那么因为关税的原因的话 澳洲红酒到中国的出口量 从2020年11月之后 就从之前的10亿澳元锐减到不到5000万 说实话是不到2000万 那么在实施关税的第一年时间里面 奔赴红酒的母公司澳洲的TWE 它的股价也从2019年当时高峰时期的 20澳元下跌是不到了9块钱 也就是腰斩超过50% 虽然之后依靠着其他市场的销量 来抵消了部分中国市场下滑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明显从下面的图上 可以看到其股价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价格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2020年之前 也就是奔赴那一段爆发时期 主要是由于中澳之前 在关系好的时候是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所以澳洲的红酒是得以以极低的关税 是进入了中国市场 而且凭借着中澳关系当时的旅游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澳洲的红酒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逐年提高 到2019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法国红酒 成为中国市场上以进口的金额 也就是价值来计算 海外红酒最大的产帝国 而且在平均每一升红酒国内的销量上 也是超过了一直以来就是定位在较高端的法国红酒 澳洲红酒当时2019年是每一升平均价是40.5人民币 超过了法国红酒的37 但是我们知道是由于2020年底关税的原因 澳洲红酒是在2021年跌出了中国的前5名 甚至其进口量是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奔赴和他的母公司TWE并没有放弃努力 从2021年开始奔赴的母公司开始大力开拓 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 通过三种品牌结构 一个是叫做Panford奔赴 第二是叫富拔精选品牌 以及奔赴美国三种结构来进口美国市场 并且在2022年的财年全年的销量是比2021年是大幅上涨了45% 但是还是要但是 虽然奔赴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市场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 由于中国市场在2020年之前 它的销量实在是太大 占据的比例太高 因此短时间之内依然没有办法弥补这块丢失的销售量 所以在中国市场呢 奔赴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有一点就是值得肯定 就是它很有创意的推出了中国本地产的葡萄 做成的奔赴中国葡萄酒 那对于这个心意呢 我只是想说呢 创意很不错 但是大部分我们知道本来要买奔赴的酒的人 其实都是冲着中高端奔赴这个澳洲品牌来买 他们很少有人会去考虑中国产地的这个奔赴红酒 毕竟大部分买本身就是看重的澳洲原装进口这一点 毕竟我们知道红酒啊 它不是汽车也不是手机 换一个产地产品可能差别不会太大 这个红酒消费者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产地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会挑选专门的 在澳洲是选的是巴罗萨产区 法国呢要挑选是波尔多的红酒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是 奔赴为了自救所推出的中国产地的奔赴红酒 无疑是很好的一种方案 非常值得肯定 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啊奔赴要发展 它的股价要回归 投资者要赚钱 还是需要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去 那么现在这机会终于可能 仿佛大概好像要来了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能说绝对 我们知道随着今年啊 中澳关系的缓和的话呢 本周澳洲是官方宣布呢 澳洲总理将会在11月正式放华 同时中国也是宣布呢 将会对于澳洲的葡萄酒重新进行5个月的审查 之后来决定是否要去除之前增收的关税 那么对此呢 澳洲的葡萄酒行业是表示了谨慎的欢迎 其实我们知道说白了 中澳关系如果在未来5个月一切正常 中间不要发生什么波折 那么这个葡萄酒的关税取消 就是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各位看官 如果你觉得这个关税取消 它的几率未来5个月之后有多大 如果你觉得很有可能 那其实现在就是入手奔赴母公司TWE股票的机会 因为5个月之后 一旦消息确认那股价必定就是暴涨 但是如果呢 只是取消了部分 甚至于没有取消 5个月之后 股价也会有可能会出现下跌 所以你会是现在就进场 等5个月之后 还是安全起界 等5个月消息确认了 再进场 这个选择你自己来定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 下期节目 再见